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分开了以后 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 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不是还健康 不过我们发现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 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但是在台湾的国语的教会 那么最初大概见到也是你好我好 大家普通的打招呼 早上就像早上好 下午就下午好 晚上就晚上好 但是呢台湾的国语教会 就受到了台湾的台语教会的影响 他们每一次见面 不是说你吃饭没有 不是说别来无恙 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说平安 平安 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呢 事实上是在圣经的时代 他们见面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Sherom这样的一个字 彼此问安 那么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的词句用惯了以后 我们慢慢慢慢已经失去了 它原来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讲惯了以后 已经变成所谓的口头禅 当我们变成口头禅的时候 说是说了 但是到底没有一个真正体会到 我们说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领会的 我们领唱的 我们读经的 站起来都说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这两个字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对我有非常非常深的冲击 非常深的冲击 那么既然要讲到这件事情了 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件事情的背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2012年11月2号 我有机会到美国东岸的 这个新泽西那个地方去领会 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牧师就来接我 牧师来接我 当他来接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去年的11月2号 他一见到我 开始有一点吞吞吐吐的 但是后来他还是讲出来了 他说李牧师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先跟你打个招呼 这时你来这里领的这个聚会 我们筹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等今天你来的时候 要跟我们有几天的聚会的分享 但是呢我想先告诉你 免得你今天晚上到教会来的时候 你会很失望 你会很难过 我说怎么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不 他说今天晚上 可能来的人会很少很少 你知道筹备一个聚会 老远请那个讲员 从外地从远方赶来 那么来了以后 如果下面门口罗缺 如果下面以后小毛几次 那么他们就总是觉得 很对不起讲员 我非常体会他们的 这个心里面的感受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牧师放心 没有问题 两千人我也讲 两个人我也讲 他说不会不会 一定不会两个人 他说我们的猜船 猜船委员会 我们就有十二个人 所以这十二个人起码会来 所以你放心会 你期待的两个人 会在家十个人 那有十二个人来 那么后来他说 你怎么会特别提到两个人 我说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不在乎人多人少 因为我曾经尝过 两个人听我讲到的甜头 那他就说 到底是什么故事呢 我就把那故事讲给他听 本来我今天不讲这个 因为你们有一个平安 两个平安 三个平安 再加上刚刚我们来的时候 那么又提到 林师母的妈妈 九十几岁 头脑非常清楚 使我想到我家里面的情形 那么他就问我 到底你怎么样 两个人都讲到 而且觉得有甜头 我说大概好多年前 在我们的教会 有一群姐妹们在聚会 大概有二三十个姐妹吧 那天那个讲到的 跟姐妹们讲到的是一个老姐妹 一个老姐妹 那个老姐妹在讲的时候呢 他就带着这一批人 查圣经 带着他们一起聚会 但是呢 他就一直受到搅扰 为什么就在 他那个姐妹会的房间的隔壁呢 他就听见有一个人在那里 哎呀 这个历劫心 深思地在那里讲话 他仔细一听 好像有人在讲道 好像有人在讲道 所以在他聚会 一般的时候他很好奇 他就跑到那个门口 就把那个两个房间 中间的门打开 到底隔壁是怎么回事情 他确定是有人在讲道 而且那么大声 隔壁一定是坐得满满的 整个礼堂一定坐满人 结果他门一打开一看 把他吓一跳 两个人坐在下面 一个年轻人在台上讲道 而且那个年轻人呢 浑身解数 在那里把所有心里面 大概都都都都都 把他倒出来 就讲给这两个人听 哇他才发现 他在姐妹会里面 受搅扰的是这个年轻人 照理说他应该很生气 对不对 他应该跑过来 哎 敲敲 小声一点好不好 你如果是两千人 我让你讲 两个人你干嘛 那么认真 那么吵干嘛 他没有 没有责备我 后来你知道吗 他就因为那一次 看见我在那里讲道 他心里面受了很深的感动 感动到一个地步 最后他把他的女儿嫁给我 他是我后来的岳母 因为他在那里 对我印象太好了 他说哇 这个年轻人真是年轻有为 那么认真 他想做两个人 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那个牧师听 那牧师一听 他说哎呀 放心了 不会两个人 我说你两个人 十二个人 五十个人 五百个人 我还是一样 就把我心里面要讲的跟你们分享 就那天晚上 聚会时间到了 每一个人都捏一把汗 就到底今天晚上是十二个人来呢 还是一百二十个人来 还是多少人来 那礼拜堂可以坐大概三百多人 你知道那天晚上三百多个位置坐得满满 没有一个空的位置 大家挤在那里来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开心 来到教会里面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那天是2012年11月2号 11月2号的前一天 11月1号 是美国东岸最厉害的一次大的飓风 把整个美国的东岸吹得稀稀落落的 整个把整个那个东岸吹到一个地步 吹到什么程度呢 差不多有几十万户的人家 家里面没有电 那这些弟兄姊妹呢 他们来聚会之前 就打电话 就问教会 他们发现教会有电 所以家里面都没有电 他说那这样的话就通通来吧 所以一来就整个把他坐满 因为家里没有电 他那个教会有电 当他们 我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 我还骄傲了一下 我还神气了一下 我说你看到底你们请对了人了 那么你看我来了 就那么多人都来了 后来发现我完全表错情了 根本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有电 所以他们都来了 那这件事情还是其次 但是我知道这些人 都是在家里面受到了天灾 才来参加这个聚会的 他们见面的时候 每一个人打招呼 非常诚恳 非常真心的 彼此对问 平安 那是我信耶稣以来 常讲平安 最深刻印象的一次平安 我突然想到 基督教所说的平安 我们信仰里面所说的平安 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 他复活的时候 他向着这些门徒见面的时候说 愿你们平安 这个平安不是等闲的平安 这个平安不是单单风平浪静 风调雨盛 哎呀那好像无灾无病的时候的那个平安 刚才我们不是唱了一首诗歌 我们很熟的吗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都会被短短的六节圣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刚才我们把诗篇的文字把它变成诗歌 我们在那里唱 我们发现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当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 他一生经历了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的经历以后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牧羊的人 所以他特别体会到 他一生有耶和华成为他的牧者的那个好处 他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到后面的时候他说 他就提到那个整个一生他的心路历程 请注意 前面他称神的时候是怎么称呢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下面说什么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领我在可安邪的水边 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对不对 一直称神就是用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代名词来描写神 但是短短的六节 他竟然对上帝的称呼 从他莫名其妙地敢称你 记得吗 到后来他怎么说呢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我就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大卫在短短的六节的诗篇里面 他会原谅我这样说 是不是他有一点老人痴呆 到了老年的时候 他在写的时候 明明称上帝为他 他使我怎么样 他领我怎么样 但是后来他把它改成你的时候 是不是他整个写错了 是不是说他在那个地方自己错了都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整篇的诗篇让我看到 我们打出来 虽然行过死因的一股 我也不过遭害 从那个之后 那个他变成什么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他是我跟你讲到 他是第三者 当他讲到你的时候 我把你给忘记了 我把他作为我的讲话的对象 本来我跟他的关系是第三者的关系 本来我跟他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 那什么时候变成你呢 当我们经过死因的忧故以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对苦难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基督徒对灾难有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在风平浪静的里面说平安 但是我们照样的可以在痛苦 在患难经过死因的忧故以后 我们发现那个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 所以在荒漠甘泉有一篇告诉我们说 他说有两种的平安 用两幅图画来代表 一幅图画呢 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圆圆的 有山 有湖 然后有树的导影 然后非常非常的平静的一幅图画 下面两个字 给这幅图画把它叫做平安 另外一幅图画是什么 另外一幅图画是他画了一个瀑布 看到那个水从高处这样倾倒下来 你几乎可以在这个安静的图画里面 好像听到水的声音一样 万马崩腾从上面这样冲下来 然后在那个瀑布的后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鸟窝 一个鸟巢 里面有一个母鸟 下面有四只小鸟 在他的翅膀底下 非常的安田 躺在母亲翅膀的底下 这个图画下面两个字 平安 弟兄姊妹 当他们来到那个聚会的时候 彼此打招呼说平安的时候 我的眼泪静不住就流下来 我说主我感谢你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 最宝贵的地方 是风平浪静 当然是平安 无灾无病 当然是平安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在死因的幽谷里面 我们可以在许许多多人生 许许多多的患难痛苦的里面 我们可以享受里面的平安 家里面没有电 搞不好他们家里面已经吹得一塌糊涂了 许多物质的损失 但是当他们那天晚上到礼拜堂去的时候 面对面大家见面的时候 说弟兄平安 姐妹平安 说了这个话以后 第二句他们就接下去的彼此的问安是什么 彼此的打招呼是什么 就问说你家有没有电 你家有没有电 讲完了平安 就问说你家有没有电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电 才跑到礼拜堂里面有电 所以那天我讲到的时候 我就感触很深 我就把我当时的一些感受讲出了 旁边有一个人替我翻译 我讲国语 我讲中文 他跟我翻译英文 我就讲到说 哎呀你们来的时候 先讲平安 然后说你家有没有电 我以为他翻译讲电呢 会用electricity这个字来翻译 说do you have electricity 你家有没有电 不是的 他翻译成什么呢 他说你家 do you have power do you have power 当他一翻译这个power这个字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一个联想 家里面没有power 教会里面有power 请问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如果人家到了神的家里面 是不是能够在我们中间 看见有今天能源问题的一个现象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常说能源危机 能源危机 弟兄姊妹 不是能的问题 是圆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找能力 我们到处在寻找能 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这一个power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到能源 问题不在能 问题是在圆 我们有没有来到这个能力的源头 所以呢我刚才听见他们几位在讲平安的时候 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回忆 就想到2012年去年11月2号 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三天的聚会感谢主 非常非常的好 看见在患难的里面 风浪的里面 灾难的里面 弟兄姊妹家都还没有照顾好的 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 享受主内的平安 得到主内给我们的power 所以那求主恩待我们 今天下午呢 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昨天晚上这里 我非常喜欢这个教堂 我发现这个教堂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树木 肃然起敬的感觉 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 缺少一个敬 敬畏神的心 一个敬虔的心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一来到礼拜堂里面 我们不像天主教堂 哎呀有彩色的玻璃 哎呀有管风琴 这个教堂都有 就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 哎呀那个设备是非常非常普通 进来以后 弟兄姊妹好像不太感觉到 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一进门在那边 我坐在这边 老爷就说 啊李牧师啊 你这个礼拜好不好啊 这个女的就跟他讲 哎呀你看你看 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 整个教会就被人这里打招呼 那里说 结果呢就一点没有让人家 一种感觉很树木的感觉 等到聚会完了以后 哎呀那些小孩子 哔鸣邦邦邦 这个礼拜堂里面 好像好像在那晒马一样 就跑到台上来 拼对着麦克风 哈喽哈喽 OKOK在那里大讲 整个让我们觉得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受 但是进来这里不一样 我们进来 我们有一种素人的 一种很树木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唱 主在圣殿中的时候 我们里面实在得到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提醒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实在要求主在这里 接受这一次我们的敬拜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我把它叫做 道成肉身的再思 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 我自己信主 是在大学一年级 升二年级的时候 在大一升大二 那个时候 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个时候我的个性 那个时候整个我们在台湾 整个的一个背景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背景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非常着迷一样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 在中国大陆 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就是存在主义的影响 那个existentialism 对于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吸引 那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氛 就带来对很多的事情 都有一些用怀疑的眼光 或者要寻找答案 不到黄河 心不死 打破砂钩 问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寻求一些答案 当我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 非常的热心 当我开始进入教会的事奉的时候 非常投入 但是渐渐渐渐 经到核心的时候 渐渐渐经到一些同工在一起 在那里筹划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 让我心里面受了很深很深的一个 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所以我就在看今天的教会 那个时候的教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我带来很强很强的一种 怀疑对着教会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事情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说 大家要追求属灵 我就问自己 什么叫属灵 你圣经背得很熟是属灵吗 你祷告很流利是属灵吗 你每一次聚会都来全情是属灵吗 你出去热心 见到人就发单张 请人信耶稣 就叫属灵吗 这是一些属灵的现象 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 好像是被提在半空中 脚没有踩在地上 不是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属灵 我就开始在摸索 到底什么叫属灵 后来有一本书影响我很大 也是那个时候影响到大学基督徒的一个作者 他的名字叫Francis Schaefer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学家 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 他的信仰带着当时福音派的基督徒 走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看到那本书的名字 叫做True Spirituality 真正的属灵世上 在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吸引了我 他说我们基督教今天到了一个地步 需要有第二次的宗教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 什么叫宗教改革 1517年 马丁路德 看见当时整个宗教的氛围 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他心里面很担心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就在上帝的面前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 他在圣经里面就找到了答案 在圣经里面 他就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作为1517年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当时的宗教改革 那个诉求是什么 四个字 因性成义 因性成义 因着他把因性成义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带到当时的教会 带了一个教会很大很大的扭转 带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 而这个因性成义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说那是1517年16世纪的时候 宗教改革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我就问我自己 现在是20世纪 如果这个Francis Schaeffer 说今天的教会需要有一个第二次的 reformation 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我就问我自己 那个诉求是什么 16世纪的时候是因性成义 20世纪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带出一个 你说你看见这个不满意 你看到这里面有许多的问题 那用什么来作为第二次这个宗教改革的诉求 后来我就在想因性成义 因性成义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东西 因性成义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写加拉太书里面的东西 所以离开马丁路得有1500年的距离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 其实也有这种一人必因性得生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和真理 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主在圣殿》中 也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是第二章二十节 但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义人必因性得生 离开马丁路得有2500年 离开1500年 离开马丁路得2500年 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马丁路得在圣经里面 看到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要拿出来提出来影响别人 影响到这个当时的教会的一个诉求 那我就问我自己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 二十世纪到底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是不是也有些什么样的真理 是在圣经里面 埋藏在里面已经很久 而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 当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 跟一些基督徒商量 我就发现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道成肉身 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道是道 肉身是肉身 什么叫肉身 就是生活 我们的信仰 理论和信仰的应用 信仰的这个神学 和信仰的这个实践 是分割开的 主耶稣给我们看见 是他的道能够成为肉身 他的道是生活化的道 我们中国人说道可道 非常道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 对道的一种 非常非常虚无缥缈的感觉 刚才我们不是读过了 从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也神通在 这道 太初也神通在 讲了半天 到底那个道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十四节 他才提到说道成了什么 成了肉身 所以这个word become flesh 那个flesh就讲到我们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 这个Melbourne这里 有没有听过我的干儿子来讲道 我的干儿子很出名的 他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四代孙 叫戴祭宗 戴祭宗牧师 那他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波士顿 我们有一段时间 三年的时间 我们住在一起 他住在我们家 住在我们家 那每一次我在教会讲道 要翻英文 他总是争取说 一定要替我翻译英文 每一次如果我跟他安排 没有安排到他翻译 安排别人翻译 他有的时候会不高兴 有一次我就在讲道 他就站在我旁边 我就讲说今天的信仰 需要落实 我说落实不够 我们需要结实 落实是落到地里面 是落根要砸根 结实是要开始结果子 后来我在讲说 我们需要结实 不只是要落实 要结实 你知道他旁边跟我怎么翻译 他说我们的信仰 要on diet 要结实 结实是什么 就减少食物 就要结实 后来我看他一眼 我说你怎么翻译 这样子呢 他马上改 他知道他翻错了 他就说 kidney stone 那个肾结实 所以越翻越糟糕 越翻越麻烦 后来他 你知道每一次我讲这个事情 他都很生气 说这是我一个最丢脸的事情 全世界去宣告 好像玛利亚 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你要在普京之下 要述说这人所做的事情 作为纪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把信仰 能够落实而且结实出来 有一次我在台湾 看了一个小册子 我们基督教有小册子 就是让人家认识我们的信仰 那是台湾的一贯道 他们一贯道所出的一个小册子 他在那个小小的 那一个小册子里面 介绍他们的信仰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些话应该是我们讲的 已经被他拿去讲 他说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信仰有道理 我们讲得出道理来 我们的信仰有道统 请注意他都写这个道字 有道理 有道统 我们的信仰有道路 我们的信仰有道德 这四样东西 岂不是我们今天 本着圣经所发展出来的 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几样 东西吗 我们难道没有道理吗 难道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我们没有道统吗 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现在 我们是在一个道统的里面 所以我们有道理 所以我们有道理 我们有道统 他说我们有道路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道而没有路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最后说我们有道德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发现在台湾 许许多多的旅馆 那些住宿的那些酒店 差不多没有酒店 是没有色情的东西的 据说 统一教他们开的酒店 差不多都没有这些色情的东西在里面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其他的宗教 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现象 但是请问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所谓我们认识真理的人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四样事情上面 好好的去反省 我有道理吗 我到底有没有道统 我有道路吗 我有道德吗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很强烈的负担 我跟主说 我说主啊 如果今天基督教在我有生之年 如果主让我有机会 能够向弟兄姊妹 传达一些我心里面的负担 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 过去二十年 我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 当上帝把我带到 把我跟我太太带到泰国的时候 当我们到了那个金山脚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道理要跟人家讲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些非基督徒不是来听你讲什么道理 他是看我们怎么样生活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道成肉身 我们看十四节 我们单单看第十四节 第一章十四节 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约翰 他就把这个道作为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很清楚的介绍 他说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我就把和和本翻译的这一句话 道成肉身下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道成肉身下面一个什么字 住 所以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 刚才这个严林医师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感谢主今天让李牧师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点 道成肉身的奥秘 其实真正道成的奥秘 我们可以在这一段圣经 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 道成肉身住 第一个是住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 是生活的信仰 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认为说 我们今天要做个出世的人 我们离开了这个人世间 我们跑到山林当中 我们去修道 我们在那边去默想 我们到那边去亲近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要忘记 我们的信仰是属天的 我们的功用是属地 求主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跟活 跟生活 跟住有关系 如果我们把第一章 继续往下面看 看到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 使其约翰对着耶稣说 然后跟大家宣告说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 本来有一些人跟着施洗约翰 当这些跟随施洗约翰的人 听见他们的主人 在那里宣扬 或者在那里介绍耶稣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 就离开了施洗约翰 就跟着耶稣去了 当他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 耶稣在前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听见后面有人跟着来 那是在第一章38节39节 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的话 他们在那跟着手 耶稣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然后他们跟耶稣发出一个问题 38节39节 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 就是这个字住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到了38节的时候 那两个本来跟随施洗约翰的人 对耶稣所发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哪里住 但是他称呼他什么呢 称呼他拉比 什么叫拉比 拉比在当时的文字 翻译到现在的文字 就是老师 就是夫子 就是先生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拉比呢 就是一个他能够把一些犹太人 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一些哲学 一些文化的东西 解说出来的人 叫拉比 叫拉比 如果你仔细看这句话 拉比你在哪里住 对我个人来讲 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挑战 有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提醒 拉比是演讲的人 如果今天你到这边来 你把讲道的人看成一个老师 今天早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道 在和牧师那边 那么在那边有几位弟兄姊妹 回来散会以后 哎呀我们认清 我们发现 哎呀我们原来都是 不只是都是广东省 从县来讲 我们同一个县来的 从村来讲 我们是同一个村来的 哇我们发现有这个小同乡 哎今天下午他也来了 我想他来的时候 他看到我 他再会问一个问题 你是拉比 你是讲道的人 你是牧师 你早上讲了一个题目 请问你今天下午 你在Hothman这里 你要讲什么题目 然后他突然跑来跟我讲 李牧师我早上听你讲道 我现在来了 有个问题要问你 李牧师你在哪里住 我听他讲的时候 我倒要想一想 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他 你要来听我讲道 我就告诉你到Hothman 你要问我住在哪里 我要想想看 我说到底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你到底问我这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因为住就讲到家 家就让我们想到 家是一个显 你原型的地方 露出你原型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出门的时候 大概都会在镜子上照一照 看看我出去见的人 见的人还是见不得人 对不对 所以家是不一样的 你一回到家 哎呀你就很放松了 你一回到家 哎呀你就可以随便一点 以前有个笑话 一个漫画 很明显的 那个男的是个牧师 因为他穿着牧师的衣服 旁边那个很明显 是他太太 是个连环图画 第一个图画 那个太太就跟先生讲 先生啊 回了家了了 到家了了 你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第二个图画 就是他把面具拿下来 那第三张图画 他的太太说 还有一个也要拿下来 因为他带了两个面具 到礼拜堂去 那么回家是一个脱去面具的地方 回家是一个显出我原来的样子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他在问说 拉比你在哪里住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 你在哪里住 你最好搞清楚再回答他 因为他在外面听你讲了很多 他现在要到你家里面去看你原来的样子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最不能见人的地方 就是家 对不对 我刚才讲到我的干儿子 他神学院毕业 他要申请回去参加他先祖所开始的 这个海外基督使团 就是以前的内地会 那内地会 我非常非常佩服他们西人 他们这些老外 真是大义灭亲 虽然你是戴德生的后代 你还是要照规矩来 那在他们的规矩里面 所有的宣教士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一个比较能够为他祷告 在背后支持他的一个教会 结果他那个时候没有神学院 刚刚出来 刚刚毕业出来 他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支持他 后来他说我没有 后来他们说 我们内地会 在美国的内地会 我们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董事 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你可以去找他 他的教会可以来支持你 后来他就问 他说那个人是谁 那个内地会 海外基督使团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他 他说别的教会去 这个教会我不去 他们说为什么 他说你讲的这个牧师了 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他知道我从小调皮捣蛋 现在如果我跑到他的教会去做 教会做实习传道 我一定会被他整惨 所以他就没有考虑 后来找了找去还是找不到 后来参加了一次 他就是在美国的使者协会的一个退休会 那么他又在那里找到底到哪里 他就问了台湾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 叫韩婆婆 他就跑去跟韩婆婆讲 他说韩婆婆你从台湾来 你比较熟悉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教会 到底去哪一个教会 我可以去申请做他们的实习的这个传道人 刚好我远远地从那边经过 那韩婆婆就指一指 说这个人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在美国波斯顿 他有一个教会 他在那边你可以去参 他一看 真是冤家路宅 碰来碰去 还是碰到这个人 所以他硬着头皮就跑来跟我讲 长话短说 后来我就回到教会 就告诉教会 我希望有一个实习的一个传道人进来 你知道 教会就听了以后 说好事很好 但是我们教会缺少预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在另外几一个实习的传道人 后来我们的执事会的主席 这个严尼医师也认识他 那个时候是执事会的主席 是李明哲弟兄 后来他就问我 他说李牧师 那个人是谁 大概让我们知道一下他的背景 后来我把名字一讲出来 他就不问了 他说要 这个人要 因为他是戴德生的后代 如果有戴德生的后代 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多生气 多开心 后来就通过了 通过完了以后 我们就安排他的工作 安排他的住处 他们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有那个房屋 今天 那我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 我不晓得我也没有做错 后来我当时回到家 跟你师母谈完以后 我就回去跟教会讲 住在我们家 我就请他到我们家来住 你知道住了多久 刚才我已经讲 不是三天 不是三个礼拜 不是三个月 是三年 你知道他进来以后 你知道我怎么办 以前只有我跟我太太在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 我要穿什么着就穿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现在有一个陌生人 突然进来了 我出房间的时候 我一定要整装 对不对 我起码要穿得decent一点 穿得像样一点 所以一个外面的人 进到你家来 那个还小事情 你在家里面 所有的你的弱点 你的一些缺陷的地方 给人家 广多人说 独眼龙看戏 一目了然 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到时候呢 你说三天五天没有关系 我打中脸可以冲胖子 对不对 但是要我打中脸冲胖子 三年 你说你苦不苦啊 把他接进来 所以当我想到 拉比你在哪里住的时候 上帝提醒我 今天我们的信仰 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能够在生活里面 落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我忘记了这几天 我在哪里也讲过 同样的事情 后来他在我们家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爸爸就问他 杰弥 你到底要不要结婚 现在年纪那么大了 你神学也毕业了 现在侍奉也开始了 你应该想想你的家 因为戴少生牧师 只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后来他就跟爸爸讲 当然我要结婚了 那你有没有对象 没有对象 那你有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对象 有方向吗 到底你要找什么样的人 他说这有 我倒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 他说是谁呢 他在我们家住了三年 他跟他爸爸讲 我要娶老婆 我要娶太太 就要像李牧师的太太的 那种太太我才要 每一次我想到这里 我心里很感动 三年住在一起 能够让他在这个家里面 看见我们的信仰 是经得起考验的 弟兄姊姊姊不是我们能够做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实在上弟兄姊妹提出这样一个挑战 第一 什么叫道成肉身 住 什么意思呢 跟生活有关系 第二 道成肉身 我们看这个十四节 道成肉身 住 在我们中间 什么叫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生活的 我们的信仰是入室的 弟兄姊妹 当我一想到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今天我们是不是 能够有进到这个世界 入室的一个挑战和提醒 我们今天不是躲起来 关在一个很树木的一个礼堂 非常神圣的一个教堂里面 我们在这里敬拜主 我们这里聚会完了以后 我们要回去了 我们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 你现在美国 那个Cost Guard 那个叫做海岸救难队 海岸救难队 有一个人刚刚参加 那个海岸救难队 第一次他要出勤的时候 他要出去的时候 刚好是那边有个大风浪 这个年轻人 他有点害怕 后来他就不知不知说 哎呀 看样子这是去了以后 就回不来了 怕了 他的队长在旁边 听见他这样讲 就对他讲 年轻人 回不回来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出去 因为外面有人需要 等我们去帮助他 弟兄姊妹 我们这里是一个 上帝给我们一个安全港 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属灵 温馨的一个家庭 但是我们今天要出去 因为道成肉身 住 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17章 主耶稣说什么 他说 你们在这个世界 却不属这个世界 换句话说 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祷告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当然不要做一个同流合污的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做一个不同流 然后不合污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同流而不合污的人 这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挑战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他信了耶稣 他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掌进追求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他的朋友仅限于在教会里面 今天上帝要有我们 到底我们有多少 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的朋友 如果信徒没有 我们的牧师更没有 我记得我在波斯顿牧会的时候 只要有非基督徒 请我吃饭 只有非基督徒有什么活动 要我们夫妇去 我都把它看成比较优先来考虑 因为上帝把我留在地上 不是单单只是为做教会里面 这些弟兄姊妹 上帝拣圈我做他的仆人 我也需要有机会 向着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去帮助他们 我们要进到世界里面去 我们要入污泥 而不忍还不够 我们要入污泥 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 去影响这个世界 今天早上我看到 这个何牧师他们教会的周报 靠着神 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教会历史2000年 什么时候是教会成功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教会失败的时候 当社会带着教会的鼻子走的时候 就是教会失败的时候 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弟兄姊妹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 沉重严肃 因为我觉得15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是带着一个 非常严肃的心来看的 同样今天 我觉得今天基督教在神的面前 基督教在这个世代里面 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要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Word become flesh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是看得很清楚 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 他所重用的一个人 成为一个重用的器皿 所以住在我们中间 是非常 我们不只是入世 而不受影响 我们要入世去改变 这个世界 所以到了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使徒行在17章 保罗在 贴萨努尼加的地方 传主的福音 那个时候 他们就看见他 他们就要控告保罗 他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他 他们去告诉 当时的那个 那个政府官员 说这些人是干什么呢 说搅乱天下的人来了 搅乱天下在 英文圣经把它翻成什么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这些人是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受到种种外面的一些势力的影响 这几天我们在谈 我们跟何牧师 我们跟黄张老 我们跟严林医师 我们在谈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外面所定下的一些法令 外面所定着一些规定 我们这些牧师越来越难做 我问你 请你帮助我 真是请你为我祷告 今天有两个男的 或者两个女的 同性 跑到教堂来 我是牧师 他说牧师 请你替我们证婚 请你替我们证婚 请问我们要怎么回答他 我们今天本着圣经的原则 今天本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说对不起 我们的信仰 夫妇的关系 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弟兄姊妹 这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 那些成语 都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 很重要的一些原则 就好像 有一些一个年轻人 他跑来跟我讲 哎呀 他说黎牧师教我 怎么谈恋爱 我们在牧师这难做 谈恋爱都要来找我 我说我送给你三个成语 小心这三样事情 你就好好祷告 第二件事情 不要一见钟情 第二 不要到处留情 不要一见钟情 不要到处留情 第三 不要自作多情 哇 他一听 哇 李牧师讲三个情 都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一生一世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证婚 弟兄姊妹 他可以告你 他可以告你 我们今天牧师 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这种怎么 这是很大的挑战 不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 进化 怎么样去防御 怎么样防御 我觉得我们今天 也许教会 应该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是规定 是一定是这样 是规定的话 起码请你尊重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最近这些日子 一直在想着 每一次谈 我就想到这个 我们如果已经 他们已经定了 我们一方面 我们还是继续表示 我们的立场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让政府 能不能够通过一个法令 能不能够让他们知道 我们有我们的信仰的准则 我有我的自由 你要尊重我 你要两个同性要结婚 我尊重你 但是以我的信仰 我没有办法跟你争婚 但是你要尊重我 弟兄姊妹 起码让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站起来的一个勇气 站起来的智慧 站起来的一个同心 让我们做一些 能够再影响这个时代 不要因为这样 事情已经通过了以后 我们就说 好了我们输了 我们就认了吧 真的我一直在想 我要再怎么样 在教会里面 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 让我们应着 我们能够站在 同一条阵线上同心 起码先对我们自己 有一个被尊重的机会 然后我们进一步 能够再回过头来 影响他们 我们常常讲 我们不是讨厌 这些同性恋的人 我们反对同性恋 但是我们关心那些 同性恋的人 弟兄姊妹 讲起来很容易 进入世界 在我们中间很容易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不敢说是 我里面的偶邪的一种感觉 我希望 弟兄姊妹 因为明天我们就 飞回新西兰去了 我盼望 弟兄姊妹留下一个 很深刻的挑战 我们的信仰 讲很容易 第一是住生活的 第二 在我们中间入世的 但我们真是像保罗一样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能够把它 upside down 把那反过来 第三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下面说 匆匆满满 我们的信仰是生活的 我们的信仰是入世的 我们的信仰是丰富的 我们的信仰是丰富的 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 是充充满满 所以十篇二十三篇 今天早上我们走 刚才我们所唱的 里面第五节有句话 他使我的福杯什么 满意 中文翻译得太精彩了 不只是满 而且意 满是什么呢 是为自己 一杯杯子还没有满 他自己还没有满足 所以满是为自己 所以中文翻译得太精彩 意是什么呢 影响到外面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满 我们就不能够 影响我们的周遭 但是我们的神 他说给我们的 是一个丰丰富富 满满足足的 上帝的恩典 今天早上我跟何牧师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就谈到 他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事工 摆在面前 我们这些传道人 这些全世界的传道人 我们实在是相当的忙 我常常对我自己说 忙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乱 今天这个世代 一定是个忙的世代 我们不可能不忙 在我们周遭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参与 我们可以去做 但是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的方寸之间不能乱 主耶稣会把这样一个 里面的平安给我们 里面的平安给我们 所以当我看到 福贝满意的时候 我就说 主啊 我感谢你 你不只是让我里面能够满 而且能够把它溢出来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见证 是不是一个对旁边的人有影响 能够造就他们 能够影响他们 能够帮助他们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 真是求主 在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 这样的一个 约翰给我们的提醒里面 让我们看见怎么样 能够继续的 能够丰丰富富的活在地上 今天早上我说 我跟何牧师在谈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能者多劳 能者多劳 我们的信仰不是能者多劳 我们的信仰是劳者多能 只要我们今天过上帝 要我们过的日子 能力是他会给我们的 因为生命纪33章25节 告诉我们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不是吗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看见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 那个能力他就会给我们 所以今天上帝给的是一个丰丰富富的 不只是能者多劳 今天我们有了这些能力 我们可以去劳 但是巴不得 我们这些愿意去劳的人 能力从上帝那里来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充充满满 最后 第一个活是讲到生活 住是讲到生活 第二在我们中间讲到入世 第三充充满满是讲到丰富 第四是什么 有恩典有真理 是平衡的 我们今天没有恩典的真理 是冷酷的 没有恩典的真理是冷酷的 没有真理的恩典是放纵的 所以这两者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 很清楚地看见 上帝接着道成肉身 我心里面的负担 特别是在澳洲 特别在墨尔本 最后一堂的聚会里面 求主真是让我 把我心里面的负担 跟大家能够分享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很清楚地看见 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里面 是形容耶稣基督 但愿成为我们这些小基督 我们基督徒叫做mini Christ 让我们这些小基督 小基督也能够活出 道成肉身的见证 而且这也是一个宣教的策略 请我们真实在主的面前 很认真的想到 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 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把道 在肉身里面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有道理 有道统 有道德 有道路 求主恩待我们 真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真是在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 李牧师 或者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的面前 学习 经历 道成肉身 带来整个我们的信仰 带来整个我们今天的教会 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们基督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实在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下午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 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敬拜你 我们用心灵诚实 来到你宝座的面前 主啊 我们也因着你宝座的同在 我们听见你在宝座上 给我们发号施令 你给我们许许多多话语的提醒 亲爱的主 我在你面前 恳切地求你 不只是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啊 也把你自己的仆人 交在住你的手中 主啊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受教的耳朵 也特别给你的仆人 有受教的舌头 主啊 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谦谦背背地 听你自己的声音 主啊 回到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你留我们在地上 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主啊 让我们的余生 不是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过去 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 是成为有用的生命 主啊 我把这个教会恭敬地仰望在你手中 你给我们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给我那么好的一个环境 主啊 但愿我们在被你装备的时候 主啊 我们离开这里 聚会结束的时候 主啊 你继续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 主啊 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 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地祷告 主啊 让我们想到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 你为我们舍弃了一切 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学习 回馈主你对我们的爱 也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祭坛上 来被你来使用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当弟兄姊妹结束这个聚会 回到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在家 让我们在办公室 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还是跟在这里一样 主啊 能够与你 有亲密的关系 道成肉身 成为我们的见证和经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